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学一学吧 我们可以先用两把三角尺画 我们看一下 把一把三角尺递着放 一把三角尺横着放 然后把短边和长边拼在一起 这样就画出来了一个直角 还可以怎么画呢 还可以用两角器画 我们看先沿两角器的零刻度线 画一条直线 我们知道90刻度线与零刻度线垂直 然后在90刻度上面点个点 把它沿线与零刻度线相交 这就是一个直角 同学们你们画出来了吗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 如何过直线上的一点画垂线呢 我们先画出一条直线 在上面点一条 点一个点A 如何过这个点画直线 画垂线呢 我们利用三角板来画 我们知道三角板有一个角是直角 我们把三角板的底边 与直线重合 然后沿着直线平移到点A 要点A作为焦点 然后沿着三角板的另一边画出直线 这个就是一个垂线了 同学们你们会画了吗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如何过直线外一点画垂线呢 我们看如何过直线外的点A 像这条直线画垂线呢 同样我们利用三角板来画 还是把三角板的一边与直线重合 然后平移 平移到三角板另一边与点A重合的时候 就可以停止了 然后画出三角板的另一条直线 这样过点A画垂线的方法 你懂了吗 我们再来看过这个点A如何画垂线呢 同样我们用三角板 平移到一条线一点A重合的时候 把三角板的另一条边画上 与直线相交 与直线相交 写上直角标志 同学们你们学会了吗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练一练吧 你能分别过下面的点画出相应直线的垂线吗 我们看第一条线是直线内一边 我们用三角板与底边重合 过这个点 然后沿着三角板的另一条线 画一条垂线 第二个 同样也是过直线内的一点 把三角板与直线重合 然后沿另一条边画直线 最后画出垂直标志 下面过直线外一点 把三角板与直线重合 到另一条边与点重合的时候 把另一条边画出一条直线与底边垂直 再来看 最后一幅图也是一样的 同学们 你们会画了吗 在画垂线的时候 我们要很好的利用三角板的一个直角 这样就会更简便 好 下面我们来回忆一下本节课的内容吧 画一只直线的垂线 用三角尺比较简单 移动三角尺时 要保证与直线重合的直角边 始终与直线重合 不能错外 好 同学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再见